完成自己的动作 切拉鲁 罗马尼亚的运动员在自由操场也是很有实力的 转身旋开场 快速接后直 一切零八十 稳稳地站住 他刚才那样接面加一块速就能挣0.2的连接加分 他是以替补的身份参加今天的比赛的 扣缓两周 哎呀 蹦了这么大一步 这个扣分就要很 非常严格了 至少是0.3 蹦跌跳 前提 一个吃叉截环跳 后驱两周往前迈了一步 从目前罗马尼亚运动员切拉鲁的表现和他这个完成的情况 估计他的第一分一分不可能再超过水路了 现在我们就最后两位选手他是一个后面还有一个这两名选手从预赛来看呢最后想超目前排名第一的水路都是我觉得应该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现在就是看姚金南因为姚金南现在是排第三的就是看他们两个跟姚金南比能不能同时登上领奖台对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悬念对因为姚金南现在是第三水路是稳坐冠军宝座的 他的队友布里马尔是把拿到了这个预赛的前八就是参加正赛的资格但是没有比把名额给了切拉鲁成绩打出来 第七 他的起平分只有五点八分完成八点四 所以 第七 现在第一第三都是中国队 对 最后要看俄罗斯的亚法纳斯耶瓦 亚法纳斯耶瓦资格赛的难度不算太高五点八 今天就来看俄罗斯的亚法纳斯区